3 夢想街57號 世界珍寶建賞大會開始 好 首先歡迎各位來參加 蒞臨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的現場 各位觀眾朋友 然後看到我這個桌子上面 擺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這個信件 給各位看好幾大箱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這全部堆滿了滿滿的 全部都是要報名參加我們這個 珠寶鑑定的一個單元 那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很多人都已經寄信件過來 可能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們製作單位還沒有跟你聯絡 在這邊也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們 說聲抱歉 因為信件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以至於我們這個 在這個挑選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挑選一些 他自己本身的收藏的 收藏的款式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那你如果裡面只是收藏了兩三件的話 有時候我們找你來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為了兩三件的這個保物的話 你搞不好要從這個屏東 或高雄這樣子坐車過來 那實在是說真的 有點過意不去 所以我們通常會找量比較多一點 譬如說我們今天邀請了這兩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是來自台北的胡媽媽 歡迎胡媽媽 好 文慧君 文小姐 您大概寄過來多久以後 我們才製作單位跟您聯絡的 我就超過三四天就寄到 就收到 所以可見妳的東西一定很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企劃的人員的話 我們的工作人員一看到現在 不得了啊 全部都是保物 然後就趕快跟妳聯絡了 好 您算是等得比較短一點時間 好 接下來我要特別介紹的就是 台南的許先生 許太太 歡迎你們 好 許先生本身呢 是從事這個老師的工作 您在教什麼 我在做樂隊 樂隊喔 在那個餐廳 台灣歌廳演奏的 然後你最主要演奏什麼 貝斯 貝斯 好 您這個寄信件過來的話 寄了多久以後我們才跟你聯絡 將近一個月吧 一個月 其實等一個月 算是已經很正常 但是許先生呢 迫不及待對不對 對 因為呢 為什麼迫不及待 因為他要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的花倫哥 應該不是許先生要看啦 應該是許太太對不對 對...要看 對 我們趕快歡迎一下我們的 珠寶玉子健康所的首長 花倫哥 大家好 好 來 花倫哥 你看那麼多的信件 那真的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呢 這個節目的時間有限 所以呢 我們在消化這些信件的時候 一定會花一些時間 菁姐 我要建議製作單位 早一天你躺在地上 我把那個全部倒你身上 用抽的嗎 可能可以喔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稍微抽一下 好 我們今天呢 趕快特別歡迎一下呢 就是我們的胡太太 歡迎胡太太 好 首先我們趕快歡迎的呢 是來自台北的胡媽媽 胡媽媽妳好 那個情緒好 胡女士妳好 忘了 她一直給我製造困擾 她都叫妳胡媽媽 那我都很難去叫 妳要叫胡媽媽 不行... 我不能叫胡媽媽 我要叫胡女士啊 對不對 文女士啦 對不對 應該是 文女士 對... 可是別人一直說 要妳叫她文小姐 那妳為什麼要叫胡媽媽媽 因為今天她兒子陪她來 所以她的兒子叫做胡弟弟 對不對 那弟弟陪媽媽來是不是 對... 好 來 胡弟弟 你好像看起來滿年輕的喔 幾歲啊 18...18歲 18歲 聽說那個真正在看我們節目的人 是你 對... 因為我喜歡看黃所長 你看吧 謝謝...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叫胡媽媽了 好詳細喔 可是我叫妳這太大便宜了 會不好意思 不會啦 那這個胡媽媽很有趣 她今天... 她來報名我們參加節目 其實完全是兒子 鼓勵妳 對... 她說趁著她開學 八月... 九月要開學了 開學前 對...她怕來不及 她這個暑假每天都在看我們節目 幾乎啊 她以前在學校晚自習 九點以後 你們是十點半多 她就看啦 看了才睡覺 所以那兒子是不是對於這種珠寶 會非常有興趣 因為她出生84年嘛 我這些都是差不多87 8年買的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是翡翠 那胡媽媽 您這在哪邊買的 就是在那個中人市場 因為我銀行在那個巴德路三段 台美的中人市場 對 就是台市附近那個中人市場 哪一家哪一家 那邊好幾家銀行 我是華南 妳是華南 妳在華南銀行出來的 對... 三三行啦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中人市場 我怎麼從來沒有看過有賣玉的 她早期啦 現在沒有了 這些全部都是同一攤嗎 不是 沒有...不一樣... 有的在那個建國... 那個光華浴室 這兩個 桌子跟這個同一個人 這兩個同一個人 所以應該市場裡面 都會到處可以看到您的足跡就對了 也沒有 因為還是以買菜啦 假日買菜為主 這個就是... 尬回 對...看一下 對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竹節的翡翠的一個雕見 當初買入價格 那是買在七萬塊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十一萬元 還不錯喔 還不錯 妳買多久 買87年買的 因為剛好民營化嘛 那有點久 當初買這次買比較貴 當初買太貴了 好 來 我跟妳說 為什麼當初買太貴 對 來 這樣子的顏色 在早期的時候 是屬於青色 那現在呢 因為妳這個有一個最好的就是 透明度夠 夠透明度 然後我要交觀眾朋友 可是我要交觀眾朋友 這樣子的石頭呢 去看A貨或B貨呢 有兩個東西看 第一個是看上面這個 有沒有看到咖啡色的 對 這個黃黃咖啡色的 這是第一點 而且這黃黃咖啡色 不可以在裡面喔 我是說 當然有的石頭是在裡面 可是我要教你看呢 就是第一個 我看到這黃黃咖啡色 是浮在表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你拿一個筆燈這樣照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中間有一點黑黑的 對 這個就是裡面的雜質 好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東西呢 都存在 兩者同時存在 所謂兩者同時存在 一個就是上面的黃色的 再加上內部我們看到黑點 那基本上它都是A貨 看到這兩個的徵兆 那就大概就久久不離時了 就是一定是A貨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如果是B貨的話 上面這會被洗掉 好 來 這一個已經一樣分了 只是那時候買稍微貴一點 對 貴了一點 好 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像是一顆心對不對 對 桃形的 因為這個型字比較 我比較不喜歡 我就是比較像男生帶 我比較喜歡這種 這個就給兒子啊 對 我比較喜歡這種樣子 可是我都一直找不到 有一天到那個光華浴室的時候 那個賣玉的太太說 她要到廣東 廣州去買 那我就跟她聯絡 就剛好她就回來了 回來我就到她家去跟她看到這個 為什麼在她家 為什麼不是在光華市場 因為光華市場 她只有週六週日出來 對 那我是平常下班 我是禮拜… 平常日子的下班時間 七八點下班 那我等不及禮拜六 禮拜天 那我就打電話給她 她說我剛剛回來 叫我到她家看 那我就做311 從戲子 再做到男視角 天啊 那做多久啊 那個重點 她等不及喔 我等不及 她在本日子等不及 她不戲子坐到男視角 坐公車耶 那個老闆娘說她剛剛回來 我想說剛剛回來 貨一定很多你知道 那我可以挑 那我說那有沒有新型的 就是她說好像有一個 她叫我趕快過去看 就這樣 所以我就坐車到她家 車子坐了多久 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到了男視角 然後就直接在那邊上去看 到她家去 她家有沒有堆滿滿的 全部都是這個 沒有 那個老闆娘 然後她也都是跟先生兩個人 在建國光華 現在是建國嘛 以前是光華 在那邊擺這樣子 先生賣得比較粗俗的 他賣得比較高檔這樣 我就這樣子 夫妻兩個人是分開了 剛好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說這個樣子跟我 腦筋響的 我心裡有一個夢想的一個樣子 一模一樣 真的啊 真的 怎麼那麼巧 這幾年前啊 那個也是 那個91了 91年了 91年了 因為我從巴德路又調到戲子去 對 十多年了 好 來 那我想說貴一點沒關係 買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瘦陶 對 我就喜歡這個樣式 陶型的 它厚度又夠這樣 那妳現在菇多少 媽媽 我是菇多少 我自己也忘了 因為我看你們的節目 她現在可能不太敢菇那麼貴 好像 因為這個 對… 因為那個第一個就 她說四十萬了 因為我看你們的節目 跟我東西比一比 來 我問一下兒子 媽媽是不是在家裡面說 這個最起碼四十萬以上 還好 有時候她都會講了 她說這個多少 忘記了 忘記了 我不知道 我跟我先生在討論比較多 先生講什麼做 先生就跟我這樣講 她說你保守一點 你知道 所以她四十萬是保守 對啊 保守一點 沒有...那我已經講出來了 已經跟你們做 我已經講出這些價錢了 好啦 我們希望能夠讓你 美夢成真 謝謝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瘦陶 當初買入價格約在十五萬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二十三萬 也不錯... 還不錯 好東西 顏色也對 然後形式什麼都對 什麼種啊 可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 它的缺點呢 來 你看 就是有這些顏色啊 它是屬於色帶型的顏色 它不是整塊的顏色 不是整塊綠 對 它不是整塊綠 它整個是有色帶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如果我們這樣照呢 裡面你看那個實紋 很多 有沒有 裡面有很多的實紋 實紋非常 光這樣看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實紋 然後再來就是 你看 這樣子再看 這個是正面好一點 它的顏色好一點 可是我們如果不打光看背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沒有 顏色就條狀就跑出來了 對 這個就是我們不喜歡的條狀了 在市場上不喜歡這樣 不過還好 就它基本上的正面是沒有的 市場上還是比較喜歡整個雲的 整個雲的 綠這樣子 對 不喜歡有條 那個一條一條條 但是也不便宜耶 也不便宜 因為它顏色 這也有十幾萬了 顏色還好顏色 可是它那時候買十五萬是值得嗎 那三萬是包括那個上面的頭嗎 沒有... 鋪的都是... 鋪的都是裸實 對... 那花倫哥 它那個十幾年前買的時候 91年的時候買十五萬 算是公道價格嗎 我認為... 這樣子說 它要賺錢 它可能會認為公道 可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有點貴 太貴了 可是你們公不公道要看那個 它買進來的價格 但是因為買到好的東西 其實說實在 到現在全部都漲的話 也都漲上來了 謝謝... 好 來 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是在那個光滑嘛 對 好 接下來這一個呢 這個也在光滑 媽媽很喜歡那個綠色 你看 也在光滑 但是不同的 不同攤子 對 不同攤 這個也是跑到人家家裡面去買 沒有...就是... 就直接在那 對 那個也是一對夫妻 好像光滑 因為好多夫妻擋的 都在做賣這個東西 對 好 來 請花倫哥幫我們看一下 但它那個綠好像 有沒有前面這個綠來的 它比較暗一點 對... 它稍微比較暗了一些 但是它的綠好像比較整片 可是你買的價格 那個買得漂亮 不會 這兩萬塊錢 它買兩萬塊錢 這個跟那個同一個人 這個幾年前啊 這個80... 這個比這個早啊 比這個早一點 早兩年 比晚 這好像89 89 89年這個東西買兩萬 然後這一個過了兩年以後 這個東西要買再15萬 差這麼多 我就喜歡那個 我跟你說我主要是喜歡 它那個心字 我喜歡那個樣子 等一下 我們來比較 我先說這個金額 謝謝 好 來 您這個估多少 我當初買兩萬千 我只顧十萬吧 十萬塊錢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預配 當初買入價格其實不貴 兩萬塊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萬元 這個 為什麼長那麼少 來 靳學 我們把這個都拿起來比較一下 因為剛好都是墜子 對不對 都是墜子 還那個 來 我們都拿來比較一下 你就可以 觀眾朋友就會知道 是什麼回事 你看 這個三個 顏色 這樣子一比就知道 對 當然中間這個顏色好 對不對 可是這個亮度不錯 那這個能跟這些比嗎 這個輕 輕到已經 對 那是輕的 太輕了 有沒有 這其實一比叫那個玉 一比就是 如果你不比較 說實在話 你不看這個 你只看這個 很漂亮 對 你看 把這個一拿出來一比 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全部都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 買玉一定要比較 一定要最好自己 戴在身上的東西去做比較 一比就出來了 對 這個以後你又戴在身上 這個啦 戴在身上當那個筆色紙 對 如果要出去買玉的話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那個A貨沒有問題吧 對 這些都是A貨 買三萬塊也是買貴很大 就是買貴 這個同一個時候 好 那我問一下這個媽媽 媽媽這個 等於是說她兩個賣了四萬塊 對… 可是當初她這個價錢比較高 她開得比較高 她開兩萬二 對 所以這個跟這個一塊買的 對 一起買 又想說給媽媽的 那她有沒有跟你講 為什麼這個比較高 為什麼這個比較便宜 她沒有講 她說因為我要送媽媽 所以她兩個就算我便宜一點這樣 我兩個一起買 就少了一點 反正要四萬二嘛 就兩個變四萬 可是這個她開多少錢 這個開兩萬二 這個呢 這開一萬八 一萬八 所以這個比這個便宜 對 後來這樣 好 那我們觀眾朋友看一下 你會喜歡這個顏色呢 還是這個顏色 你會喜歡哪一個 顏色我喜歡這個顏色 那個雙面 但是質地我喜歡這個質地 你還真挑 對啊 哪邊選一個 這兩個你要選哪一個 你看它另外一面好漂亮 哪兩面 它兩面都好 這面沒有漂亮啊 兩面都很漂亮 很少兩面的 你問說這樣 很少兩面的 很少兩面的 真的啊 你說這兩面全部都綠 你哪面做正面都很漂亮 這個媽媽的照片在那邊 媽媽參加那個 媽媽有帶是不是 有 媽媽很喜歡 對 她跟她說我女兒送她的 那妳沒有拿兩個給媽媽挑 沒有 因為我覺得媽媽這個 比較適合媽媽 那時候我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稍微小一點 平常可以戴 那年紀大的 比較需要稍微大半嘛 那這個 我就給妳兩個價格 好不好 一千塊 一個一千塊 還有一個 幾萬 這個絕對不是 你看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我跟你說 真的要好 當然是這個好嗎 哪一個好 當然是這個好啊 這兩個比較 媽媽這個好啊 哪一個是媽媽的 胖的這個 對... 媽媽這個比較好啊 當然這個比較好啊 可是當初她給我的價錢 是我自己這個比較高一點 所以說 那只有兩個理由 所以那是不是有問題 對啊 因為就是有問題 因為就是她沒搞清楚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什麼 逼貨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些 那時候八十幾年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什麼 一貨逼貨 對啊 我還不知道這樣 好 來 不是有可能這樣子嗎 一個攤子賣你真的 一個賣假的這樣子 應該是 所以我就是不會 會覺得不太會 但是 但是我就單就這一件的話 我怕我看的話 我是會有點怕 好 來 您估呢 您自己估呢 我忘掉了 他也是來萬吧 他也是估十萬 因為兩個價錢一樣 所以就估一樣 結果這個是只有三萬嘛 對啊 超好多 你說 對 那個所長說兩個價錢 對 還有一個價錢 十二萬 一個是一千 一個是十二萬 一個一千 一個十二萬 那我要十二的 十二萬 好 來 我們收金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玉佩 當初買入價格是一萬八 媽媽 妳已經在鼓掌了 我希望 有可能是一千塊耶 他已經很開心了 你看 他看到十二萬 他就很開心 我跟你講 上我們節目很過癮吧 對… 一千跟十二萬 等一下妳會失落感會更重 我告訴妳 我們曾經也曾經來過那種 同一攤的有真的有假的 好 沒關係 有準備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這個玉佩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值都要請見價 一千元 這一千塊啊 對 我已經講得很大聲耶 一千塊 真的 我擺在顯微鏡下面看一下 妳讓媽媽真的太失落 她本來已經以為是十二萬 可是我這個 我為什麼那麼有把握 我有拿去那個 這一家店去測試耶 來 我講給妳聽 我們這種東西擺在顯微鏡下面看 就可以很清楚 來 一看就會知道 看就知道 請那個花輪哥呢 直接從那個顯微鏡底下 告訴你為什麼它會是這個利貨 總之呢 事實只有一個 他之所以會拿這樣子的東西 賣給妳那樣子的價格 那就是一個 那這種事實就是兩個狀況 一個狀況就是他沒搞清楚 那一個狀況是他知道 只有這兩個嘛 那他沒搞清楚的話 可是他會賣給妳那個 就是另外那一支跟這一支的 那一支價格相對的是比較貴的 這個比較便宜的 你覺得他有沒有搞清楚 好 我們回來講這個 這個呢 我們常常都在講玉石的顏色 如果是看到顏色的時候 找色根 這已經完全沒有色根了 而且不但沒有色根的以外 全部都糊掉了 從這邊開始呢 這個顏色跟它的白的地方呢 這個界線 尤其是這一塊的界線 這一塊的界線呢 你看這麼清楚 我把它削掉 你再看 這一塊的界線呢 非常的清楚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強酸跟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是一種金屬元素 叫做個元素 強酸加上那個個元素 就是那個個元素 一旦就是那個顏料 天然的顏料 那天然的顏料 經過強酸 一溶解了以後 然後長時間下來以後 它這邊就開始成為團狀 這其實在我們節目裡面 常常在說 就已經差別很大了 所以這一塊 絕對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有 我有啊 要去鑑定 沒有 不會 還好 因為都看節目都知道 有的還買得更高的 可是我這個有去鑑定過 結果還是 我才... 就是這種被處理過的技術 或者是鑑定所 當時是沒有辦法鑑定出來 顏色是真的嗎 來 我跟妳說 來 我們胡女士又講了 文女士又講了 另外一個去鑑定過 去鑑定過 結果呢 為什麼我現在看 鑑定的過程 鑑定的結果可能是A貨 可是為什麼 在我們這邊看是B貨呢 原因只有一個 如果你去鑑定過 當初是用紅外線去掃 這種石頭紅外線掃 一定是A貨 對 所以重點就是 它有沒有經過酸洗 這就是我們業界 長期說的小B 就是只經過酸洗 這種我們就是說小B 好 你看 我們現在看這樣子的結果 這邊的線有沒有 很清楚這一條線 這個邊緣 這麼清楚的邊緣 這種東西呢 都是我們覺得非常危險 你如果是天然的話 那個顏色應該會吃下來 對 它會整個 就是會整個這樣子吃下來 它不會到那裡以後就斷掉 對 就不會斷掉 就是它的顏色一定是 從這個裡面 進到吃進石脈紋裡面 就一直走 一直往裡面去 然後會慢慢慢慢的消失 而不是像這樣子好像畫那個 你知道好像寫毛筆字一樣這樣 一道這樣畫的結果 這邊就出現了很明顯的 俐落的樣子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來 我們再看 你這邊看 全部都成為團狀 你有沒有覺得 全部都是團狀的顏色 你看這邊 這邊也是團狀 一塊一塊 一團一團的 媽媽 你們剛剛不是也講說 你看這個也是團狀嗎 對啊 但是後來我去就是 我有疑問嘛 我就是這個我有疑問 結果我就去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 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就從亮度上面來看的話 覺得它應該很像是A的 可是就顏色上面來看 總覺得它哪裡怪怪的 其實這個喔 這個兩個月前去見 這個東西其實 這完全看你看 看鑑定所要怎麼去談這件事情 其實也很好 你今天這樣提出來也很好 看鑑定所是用什麼態度 去看這件事情 其實這種事情 我們從外表看 來 導播再給我進鏡頭 我現在做的是反面 你看這樣 光這個顏色從這樣子看 大概只要有學過的人 你看到這樣顏色 這個地方 一塊一塊的 就這個地方 你光什麼光都不打 我們就光這樣子看 光這樣子看的話 大概已經可以看出來 大概七成會出問題 這種大概一般人 我的建議 碰到這樣子 即便是A貨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A貨 或B貨的話 不管它是不是A貨 都不要去碰 因為它已經成為團狀 這是每一次我建議的朋友 我的朋友只要 只要是我的朋友 我碰到他 他拿這樣子的東西給我的時候 我都說你不要碰 這種東西就不要碰 對... 好 來 這個也沒有關係 因為媽媽你那一個的話 現在鑑定出來的話 前面這一個的話13萬塊 對啊 就算是賠的話也是小賠 對不對 然後這個媽媽又帶過了 對... 所以你怎麼樣的話 你反正也不會把它變賣出去 或者是什麼 所以你就留著 然後作為紀念嘛 對不對 它的顏色 請問說上那個顏色是真的嗎 顏色是真的 經過強酸處理的 就B貨就是... 好 來 媽媽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後面這個手鐲 你看一下喔 這個手鐲跟你剛剛那個 處理過的 到底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不知道 我現在都... 我剛剛... 你這個有沒有團狀 像不像 你這有沒有團狀 這個沒有 這個是心狀 這個點狀 點狀 這叫點狀 來 給各位看一下這邊點 它都點點... 來 你覺得點狀嗎 都是一點一點的 像不像 來 這一個很重要 你看這邊 跟這邊 像不像 轉上來了 這邊 跟這邊 其實我那個裡面好多石灰 這邊 石花 石花還有灰灰的 像不像 好 珠寶就是筆 媽媽你要是買到一個手鐲 全部都沒有石花的話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 那就是有問題 那就是有問題 所以一點點石花無所謂 最重要的是 後面在乎這個 因為這個最貴了 那時候領了退休金 命運的話 我才敢買 不然養三個小孩 也沒有那麼多錢錢 媽媽那時候 退休金領多少 三百多吧 三百多萬 年資公保的年資 你看花一輩子的 青春歲月這樣 奉獻給那個公司 後來領三百多萬 對... 然後後來就買了一個東西 靠長自己 這大概幾年前 就87啊 民營 後來我還有 87年的時候 87年放到現在多久了 已經有16年 真的啊 不曉得 好 媽媽我們看能不能 讓你這個花了三十萬 回收 回收 然後呢 能夠變三百萬 沒有可能啦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 妳要是買... 不是不可能喔 妳有沒有看我們節目 有... 我們之前有來過一個 也是銀行行員對不對 對... 妳有看到那一集嗎 有啦 可是他那個... 他本來買多少 他買二十而已 後來變多少 三百 對啊 妳買三十 對啊 要變三百 我不敢 妳把過去那三十幾年的時間 四十幾年的時間 奉獻給那個... 我們的這個三上行 銀行 全部都把它回收回 我只要有五就高興了 妳把我女士的心情 掉...掉到這麼高 因為她剛剛太脆弱了 沒有 還好... 對 可是... 等一下會不會更脆弱 對啊 我就說妳把它掉到那麼高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是比較... 我覺得... 剛剛那個是比較訝異 是說我去給人家鑑定 他說是A的 那現在所長這邊這樣 我是覺得怎麼落差這麼大 沒有關係啦 反正那個妳也不會... 那個妳也不會賣啊 我覺得那個... 好啦 那個就算是A的話 他也... 對 也還好 一定也沒有妳這個貴啦 真的 對不對 我們就靠這個把它拽回來 希望 好 我跟你講 常常碰到這樣子的事 所以不必擔心 對 看節目說帶點灰 這有點帶點灰 又有石花 好 感覺是... 它的綠不是... 不是很那種 不是到很翠綠 但是還是有 所長 這是什麼種 我看到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是滿可怕的 它有... 它還有紅色耶 糟糕了 有點不妙 妳看到哪裡 黃斐 媽媽 我指一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一起問那個所長 媽媽來 我們看後面這邊 後面有一點灰啊 不是...不是灰 有一個鐵 灰的這邊 你說團狀啊 不是這個紋路 這一個的紋路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好了 我拿喔 這一個地方的紋路 這個地方的紋路 我沒有看到 你是指背面還是正面 你說那像逼貨是嗎 你剛才把它弄那麼高 你現在又把它打到第一 因為你剛拿的時候 我才看到後面啊 我今天來真的是就為了這一個 真的嗎 因為這個價位真的是我的 妳跟老公有看過嗎 這個 我這個都沒有驗 他有這個證書給我賣的人 但是現在證書都不相信 我們現在都不要管證書 我們現在都不要管證書 你看我鑑定過的也都是1000塊 我們全部都不要管證書 因為我相信我們 我們今天已經請來全台灣 最專業的這個鑑定師在現場了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就看你現在目前的實物 我們也出現過那個鑑定書 跟保護本身是不相干 所以我們連你的證書 我們都不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實物就好了 因為你拿來看的是這個實物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準這樣子 當然啦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跟這個像不像 但是這邊 因為所長我聽你講過 說有帶灰 有帶灰喔 然後又有一點石花 這個基本上九層都是A的 你有講過這樣子 有帶灰 帶一些石花 對… 那你還有一層耶 還有 那時候他出多少 他開40喔 40 三十萬塊OK了 來 我給你兩個價格 好 又是一千塊 那一千塊是跑不掉的 再來一個 你說你買多少錢 三十耶 媽媽 我問一下 你說這一個跟哪一個 是同一個商家 這一個嗎 對 跟竹節 跟竹節喔 對 竹節了不起就是賣你貴 應該不是賣你假 對啊 可是這個老闆好像認定這個很好 但是有賣你貴 一千塊賣你三十萬有可能嗎 有可能 我現在都... 那一千塊不可能賣到三十萬對不對 那一百二十萬會不會賣到三十萬 會 一百二十萬賣到三十萬 所以你這就是一千塊跟一百二十萬 那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不敢想 因為剛剛那個就已經怕到了 我本來很有信心 媽媽你剛剛的表情 跟前面那個表情一樣 後來結果很慘耶 沒有 我這個不敢啦 因為碰到那一個啦 我兒子說有九成對不對 我現在就不敢了 現在只有六成 沒有 九成 沒有 九成 對啊 你的九成裡面這個已經去掉了 其他都是真的了 希望啦 這個有那麼好 一百二十萬 三十萬變一百二十萬 九成跟那一成 跟這件事情沒關係啊 就是如果我這個是跳到那個一成裡面的話 那就是百分之百啊 跟我在九成那邊 沒什麼太大關係啊 我不敢想 不過我還是要正經委託 不然你覺得我在績笑不好意思 不會啦 來 我們說實在話 這個多少錢 來吧 所長 弟弟 弟弟是在 弟弟 弟弟在看我這個 對啊 弟弟覺得媽媽會買對 希望 就給他一點點信心嘛 你媽媽會不會太緊張 你覺得你媽媽會不會太緊張 會 那你覺得還要再講一下 你覺得還要再講下去嗎 她的手是冷的 而且 她的手就是 她的手已經冒冷汗了 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主要是內閣的關係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手鐲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是買在 等一下 如果我說一千萬 一千塊的話 你是什麼表情 來 你先在鏡頭上面 表現一下 一千塊 如果我說一千塊 你是什麼表情 就笑不出來了 如果我說是一百二十萬 你是什麼表情 你兩個要有不一樣嗎 那我就... 好啦 你跳一下 請現場的喝珍珠奶茶 我這個比... 珍珠奶茶一杯才五十塊錢 沒有 其實我寧願 我可以不要喝珍珠奶茶 不要看到你難過 不會啦...已經那麼久了 就股票輸掉也是沒有啦 真的...對 那時候三張營 你看我們七十八塊買的 好多人都現在十幾塊 對啊 你的圖紙圖身應該也是不少了吧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股票變成幣值得好多 對啦... 那這個還有個東西在 對 想開一點 不會啦...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手鐲呢 當初買入價格是三十萬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是多少 請見價 當初買入價格是買八萬 好 這個手鐲呢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是多少 請見價 還不錯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鐲呢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是多少 請見價 Yeah